我觉得李正浩继续去抓这件事情 他自己要小心 真的他自己要小心 因为这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 而且这涉及到当时 有可能是去拆这个寡妇头 相关的一些 这个外围的一些墙壁的一些利益 这个都可能 你想要提醒李正浩注意安危 但是我好兄弟 所以我当然要提醒他 但第二个部分 大家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去切个重清楚 其实这个高嘉宇曾经说一句话被骂死 就是这个一失五命啊 对不对 但一失五命 我认为当时讲的状况 可能我觉得不太正确 但是现在我们眼深深看到高谎这状况 可能真的涉及到所谓的一失五命 涉及到谁 包括有朱玉伦 那朱玉伦当然涉及到侯友宜嘛 你国民党主席 你国民党候选人 你朱玉伦当时怎么挺 我再次提醒一下 他说司法一定会还清白 这是这样挺 柯文哲还没出来的时候 朱玉伦已经出来 第二个啦 其实就是柯文哲本人嘛 对不对 但是涉及到还有谁 大家不要忘记 柯文哲还有一个亲戚要选新竹立委 叫柯美兰嘛 他小妹啦 那这会不会影响到选新当然会还有他自己